这家看似不起眼的面馆竟频频登上各大媒体报纸 还被顾客们称为互吸第一面 陶醉上海12年探店经验 但你一探这家老弄堂面馆 如果不是跟着导航 第一次来的人很难找到它 藏在居民楼下 狭长的弄堂镜头 看上去很简陋 却坐满了人 面馆10点开门 小陶10点半左右到达 前面已经点了100多号 虽然人多 但一点也不影响服务员的热心好客 忙碌至于也不忘像每位顾客说一句 蛤蜊猪肝面是他家招牌 不得不说猪肝给的份量是真的足 吃起来猪肝丝毫没有腥臭味 味道浓郁 甜而不腻 还吃得出蛤蜊的鲜味 经典的大肠面也十分好吃 浓油赤酱 大肠洗得十分干净 一点原味也没有 吃起来很嫩 炸猪排也是经典的老上海口味 外脆里嫩 是蘸辣酱油还是番茄酱都可以 对了 这边还可以免费加面哦 从30多年前的面摊 到2017年开业的小店 年轻的徐老板传承了其奶奶的手艺 只想做一碗好吃的面 以这客流量来说 想必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关注陶醉上海 你觉得这人均30左右的面馆 值得一尝吗